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2013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在接下来比赛的现场将要进行的是女子担打的冠军争夺战 李雪瑞对阵王一涵 这场比赛是在台北市市立的综合体育馆进行 这个体育馆也被称作台北小巨蛋体育馆 介绍今天的两位裁判 发球裁判和主裁判都是来自中华台北雨鞋的 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邀请龚伟杰和大家一起来观看 这场比赛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是两位2012年奥运会的决赛选手 王一涵和李雪瑞的再次碰面 而且在过去的连续三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女单的比赛当中 冠军是被他们两个人所包揽 首先进场是来自解放军的选手李雪瑞 其实说起来这个世界大赛 现在羽毛球除了男子双打 其实看亚浅赛可以看出来男双是最好看的项目 其他的四个单向无论是从观赏性还是从这个悬念来说都不如男子双打 但是在国内比赛我觉得今年的因为今年是全运会年 我倒觉得今年的全运会像这样的一些中国的强项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在女子比赛方面 解放军队我记得上一届他们的女队团体连四强都没有进 但是这一届不知道解放军队的女队能打成什么样 他们其实单打双打都有很多的抢手 对 我回忆一下他们的八一队还是特别强的 他们有李雪瑞 蒋燕娇 蒋燕娇 对 还有双打也有 看盘 对 第二个进场是来自上海的王一涵 上海女队我估计他们的羽毛球是要争女单的这一项 因为上海的团体可能在全运会的女团比赛里面竞争力不是那么强 对 没人 他们没有什么 只有王一涵 对 只有王一涵一个 所以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当这个队里缺少一位双打运动员的时候 单打都会去顶替 其实像羽毛球这个项目还真是 特别是女子的比赛 这全运会悬念还大一点 世界比赛当你形成一个中国队去比赛的时候 悬念在最近的这些年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 就是不太不是很强 像女单刚才已经说了 在亚锦赛这个单项上 这个赛事上 中国的女单已经连续过去连续六年获得冠军 而在女子双打呢已经连续七年获得冠军 其实对于男子单打的我觉得 今年的全运会来说应该就是在陈龙 然后林丹 杜鹏雨 三位里面产生 而且全运会的团体这么多 我觉得也非常的激烈 我觉得全运会最好看就是团体 团体是非常激烈 对而且就是真是很难判断 像男团方面江苏已经连续两届三届 而且这一届的男团来说相对还是到最后 福建跟江苏吧 我觉得是 可是北京 北京也是挺强的 对 可是在福建的男团里面来说其实比去年好一点的是双打起来 然后前不久田厚威又取得了一个冠军 所以对他自行心来说明显有逐步的停车 然后宏伟的话连续在欧洲也拿了两届冠军 所以说他的信心上对双打像原来福建还是比较弱 江苏先对比较全面一些 江苏呢他双打两个两场双打都非常的全非常全面 对可是这一届的江苏来说像蔡云的三病 然后曾经相对也会整个也因为三病嘛 所以说在单打和双打来说了相对会比去年还弱一点 比上一届对 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两个人的进击过程 在半决赛李雪瑞和王一函战胜的都是日本队的选手 王一函战胜了日本的老将广赖荣离子 李雪瑞呢是战胜了日本的年轻选手高桥沙野嘉 这场比赛世界雨联的第一副主席吧应该是派山也在现场 其实这一场旅单我觉得就其实可以单做一场男单来看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进攻型的选手 而且两个人都是打下压推不压这种战术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13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现在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下方的这是来自中国解放军的选手李雪瑞也是奥运会的冠军 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王一函 王一函是奥运会的亚军 但是王一函获得过世锦赛冠军 这场比赛也是当今最高水平的女子单打的对抗 比赛是在4月21号的下午北京时间的2点10分开始进行的比赛 是在台北市立综合体育馆进行的比赛 其实看打法很简单能看出来 当然比如女选手她要发往前球的时候 发往前球的人都是为了发球抓突击 然后如果你选择发后场的话 这位选手肯定是反手反击型的 而且像王一函跟李雪瑞 所以他们俩都是通过发短球 然后抓突击的前几派 一开场双方的速度都踢得比较快 出球也好 出手也好 一开的杀球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王一函挑的不是很到位 因为这个杀球有一定的球速 而且弱点非常靠边线 王一函反手的接杀是他的一个弱点 转身一直都是转不过来 所以在步伐上不如李雪瑞 在这方面更好一点 王一函的伤病也挺多的 包括他腰伤从很小就有了 十几岁刚出道打比赛 就是腰上要带着护腰打比赛 对 其实经常爱好者会问 像我从事体育 不管是说打羽毛球也好 其他项目也好 他说当我受伤了应该如何去处理 其实伤病最好的处理方法 除了一个针灸的理疗 然后就是你自己加强你的整个肌肉的能力 而且特别在像腰部好的一定不要睡暖床 如果是比较柔软的床的话 因为你的骨头得到不能支撑 所以说一直24个小时都是你的肌肉在工作 比赛一开始两个人速度就打得这么快 我们看看打到第二局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两个人都靠抑制皮身去拼在第二局 还是俩人都有状态 这两位女选手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其实现在的老摩呆的女鱼动员 包括国外也一样 这女鱼动员在训练的时候 她们都是经常会有跟男选手打对抗的机会 对 所以女选手的女子单打选手 这个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你跟男选手对抗的时候 你看到不一样的球数 对于持久这样练下去很肯定会提升的 因为就跟昨天所说的 你要比跟你强的能打 切发球很紧慎 挑了个半场球 双方的进攻的能力都特别强 所以说在推球上面弧度不到位 是很容易被对方打死 而且双方的身高都应该是将近1米8 其实王一涵这个能力呢 他还是他这个身材条件 有些球尽管是被动的情况下 但是他还其实我觉得他在球上 场上还是非常顽强的一个选手 很多被动的球你看着能够打死他 他也能够把这个球救起来 像刚才这个球也是 然后再打一个打一个反击 大家可以看到一类类的杀球 其实这个动作其实跟蓝丹一样的 他用从大臂从腰带动大臂 然后再带动小臂 然后杀下去了 可是要前提是你的步伐要到位 不能让球头到达你的身后 他这个正手的杀是非常的有力量 而且呢正好杀到这个王一涵的反手 王一涵的反手的这个接杀的质量是比较一般的 他基本都盯着他的反手杀 以前判断失误 这个管非常大 这个台北的这个势力综合体育馆 能够容纳将近一万五千名观众 作为羽毛球比赛来说 这样的管是比较大的 这样管越大呢 场上的风向的变化 这个风向的条件对于选手来说也越困难 在这两天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场上的选手在底线和边线的判断上 都是比较有难度 其实可是其实在爱好这里面也经常就是 其实大家还是要放平一个心态 我们同在一个场地上打球 你碰到的就是裁判问题 或者是风向问题 或灯光问题 其实对方也是会碰到 其实你要用良好的一种 有力的思维法去看待一些问题 不然的话你把一些不必要的外界的负担 放到自己身上 特别影响你自身的发挥 现在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王一涵在比赛一开始 他的失误比对方要少一些 现在是领先着三分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创办得非常早 从1991年之后每年举行一次 最早一届亚洲锦标赛 1962年就进行 从1991年到现在都是每年进行 在女子项目上 中国队是占着绝对的优势 在这个赛事上 叶昭颖曾经五次夺得过冠军 是女单夺冠最多的运动员 李雪瑞在此之前 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夺得过冠军 2011年是王一涵夺冠 发球直接发错区了 911年 羽毛球虽然在国内应该算一个非常土极的项目 但是我觉得对羽毛球的规则 一个是发球 它这个规则还有场上这么多线 始终是有很多的爱好者都不太容易搞得清楚 你发球呢 你要发到对角的那个区域里头去 当你自己的得分是偶数 零或者偶数的时候呢 是站在右边发球 当你自己的得分是 就是你在发球的时候这一分是基数的话呢 是站在左边来发球 然后关于场地呢 这个单打的场地是瘦长的这一条 双打是最大的区域 在底线前面还有倒数第二根线 这是双打后发球线 这条线只有在双打发球的时候有用 其他的时候都没有用 其实这场驴蛋比前面的男子单打的进攻还要凶狠 就是前面提到 现在这个男子比赛倒是都是拉调型的选手 女子的比赛倒是都是进攻型的选手 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对抗比 男男还要速度快更精彩一些 然后平抽快胆全部都综合的结合的特别好 这里是我们ELEMENT SHIFTING 这个球王亦涵打的非常的聪明 他出现一个半场的时候他突然是一个踢掉的 他半场就没有再去发力 他看P的这一拍 用拍面的角度 羽毛球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的技术动作的这个名词也特别多 那P杀就一个杀球 P杀点杀 P杀先对女子选手用作会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当你血泪重复放完的时候 王亦涵的他整个启动步会特别的笨拙 所以说从自身的情况来看 王亦涵就是还好他的整个能力和力量比较足 所以说他才能蹬得出去 双方经常会形成平抽挡 所以说只有平抽挡好的运动员 不管是蓝挡还是铝挡 他才能去肩双挡 李雪瑞就是肩双挡 在解放军队 出边线了这球应该 王亦涵的球呢 他是经常在步伐不到位的情况下 靠这个能力或者靠手上去弥补 是够这一球 今天双方发接发 尤其是李雪瑞的失误很多 发这个三号去 其实偶尔在单打里面发特别好 因为当你突然的变化的话 对方的这个三号去 就是第一位置要不就放直线 要不就推直线球 一般出对角会比较难 今天李雪瑞的推球质量也不是特别稳定 对方王亦涵是抓了非常多的后场 双方运动员都非常的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们在这个落点的控制上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讲究 从他们两个人来说 有很多这个球的到位的质量就是非常好 都比较相信自己的主动得分能力 都是用这块的速度 然后要创造自己下压的机会 就李雪瑞防了非常多的拍数 王亦涵这个球就是他的连贯还是慢了一点 每个球 这个球上网非常快 看对方一个后底线之后 抓对方反手的过路 可以看到王亦涵在扑球的时候 他的拍子是向上的 一定当你要执行要扑球的时候 你的拍面很重要 当你放在下手拿起来的时候 球已经会落在中场 20比15了 王亦涵在举点 21比15 王亦涵在开局取得领先 接下来还是一路领先到了最后 而他今天的进攻的点打的还是比较散 让对方防守也有很大的难度 最终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稍事休息 我们再来看两个人的第二局比赛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2013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女子担打的冠军争夺战 今天的这场比赛是4月21号的下午 在台北市立综合体育馆进行的比赛 由中国队的李雪瑞对阵队友王亦涵 王亦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第一局是一路领先 最后21比15先胜了第一局 这是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因为李雪瑞在场上还是显得节奏上比较慌乱 是给人感觉这样他的失误也比较多 包括在发球上第一局发球直接失误也有送给队长 特别在比赛中最不好的错误就是里头发球直接失误 因为对方没有花任何力气就直接送分给对方 这球在网带上弹了一下没有过来 这段王亦涵的气势非常的在场上非常好 其实你可以看出王亦涵给李雪瑞的往前球一般都是胆源网 除非王亦涵得到了主动戳球的机会 因为李雪瑞的戳球相对是他创造进攻的武器 所以说当你碰到往前戳球好的人 你就胆源网 限制他的发挥他的特产技术 可是胆源网的前提是我的拼抽胆也好 因为你很可能被对方扑压 第二局的开局王亦涵是5比0领先 王亦涵对每一场比赛的这种投入 和他的场上的拼搏的这个精神 就看是非常突出 那这种球其实都是打的比较勉强 步伐没有到位 这就很容易失误 你手上想往箭内打都非常难 这就是一个主动球和半被动球的一种戴练 可是现在打到这种场合了 其实我更想的是我能攻的话我尽量多去下压 因为对方的进攻能力也强 所以我不想轻易的出球给他 这个球是一个临场判断 那这种临场判断是显示一个运动的水平 你的老师判断错误 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你失误多 和不得分自己就需要调整 当然还要看一个概率 当我拼这种球的时候 如果我的得分概率比较高 那还是可以坚持这个单单 其实如果是个进攻型的选手 其实他在主动激攻的 就是半被动的进攻的话 他有所失误 其实还是可以原谅的 李雪瑞今天的控制对方的后底线 都控制得不好 这个球没有注意弧度 也都不太到位 所以对方下来的球 无论是批杀还是批掉 这落点都让都很尖 让李雪瑞很难防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李雪瑞的步伐 他的落脚都相对比王一 一旦轻一半 所以当你步伐轻盈的时候 你的连贯自然就快了 嗯 当你步伐比较笨重的时候 除非你的自身能力比较强 可是随着年龄的上升 你的体能也会逐步的下降 所以这时候对李步伐的要求 就会越来越高 这还是任何一个项目 它包括打羽毛球也一样 从最低的水平到最高的水平 其实还是两种风格 一种是能力很强 靠能力打球的 还有一种 就是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突出 就绝对的爆发力 绝对力量 绝对速度没那么强 它就是要靠一定的综合的 综合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前提还是要有能力 但你的特别是你的体能 有一个基本能力 对体能是基本 如果连体能都没有了 就没办法去支配整场的比赛 凡是成为天王级的这种选手 能够再度到这项运动的史册当中的 那些运动员都是在两方面的综合能力 都很强 它本身具备非常强的能力 而且在各个技术细节上 比如说羽毛球的步伐 还有战术意识 还有包括手把这些方面 它不仅仅是有力量 不仅仅是有速度 这样的才能够成为最顶尖的那些选手 还有一点缺一不可 就是你的整个心态和你的看压能力 所以可以说运动员其实 要非常的全面 缺一不可 因为整个在场上王一涵都是 他的球很主动 打的李雪瑞整个还是非常的狼狈 他落点让李雪瑞都顾此诗比 有点 11比3 嗯 我做了 一分钟 一分钟 就会 就会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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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分对于王一涵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 第一局取胜第二局又领先了8分 这腰球质量太高了照着边线杀 这是进攻选手很正常的一种瞎 他们也确实具备这个能力 而且也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 其实在比赛中相信自己也是非常重要 要自信 千万不要去因为一拍失误或者几拍被对方打死 去怀疑自己的始终 这两次攻的效果都不好 杀到李雪瑞反派 李雪瑞挡了一个对角 挡回来的球很快很平 反而让王一涵没有能够连贯上 马上改变一个节奏 前两分球连续两分丢了之后 没有金鱼下压 先回了一个平高球 拉开对方位置之后再劈杀 他可以看到勾球的拍面其实也是相对偏上的 不是平行的也不是放下面 都是拍头有点朝上 就要表示 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排残杀 杀球也要有所变化 王一涵在11比3之后 这一段呢 他的状态有一定的波动 自己的进攻有两拍失误 一个球被对方打了反击 而李雪瑞在场上加快了速度 连续追回了几分 刷到最脚 又是压线 现在的运动员的综合能力确实比以前更强 我觉得 因为离毛球的战术是比以前越来越丰富了 以前是你在场上打他四方球 现在都不是六个点的问题了 都不是左右两边和中路 对 就这个位置越来越细 像刚才那个球 头顶的杀对角的那一派球 在以前可能你都是在自己最反手靠近边线的地方杀 大家是练的最多的 但是其实刚才王一涵杀那球呢 他是中间偏反手 偏头顶这个区域 那个球要杀对角 其实是要杀准 还要杀到边上 这条线上面 其实都可以杀得出来 只要杀在有残杀 有重杀 有点杀 有劈杀 分很多东西 1150 嘿 1150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两位里当选手 他在接发短球都是能抢高点 他肯定都是尽可能的强高点 绝对不会把球放下来 所以这都是为了尽快的前三拍抓突击 脚底下突发没有到位 大家可以看看接发球的推对角速 当你是上守卫的时候 你给对方的压力就会大 不管你出什么球 除非被对方抓到 如果当你把接发球手放下来 推后传的话 对方的整个状态是向上的 你就是先瞎的 因为在接对方短球的时候 单打双打也好 还是争取去能够推压对手 对 而不是都是挑 可能很多爱好者他更习惯于挑 对很多都是喜欢直接就挑起来 然后打反手 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 一定要是主动的去创造机会 所以我跟你说 为什么能爱好者像我们这样的 会有这个习惯 习惯于挑 就是因为我们打和你们打 还是这个水平是有差距 所以当我们去推对手的时候 因为你重心要赢上去 回来比较慢 对 这是 然后你推完你可能推的这一排推的很快 但是对方反抽你的时候 因为我们重心回不来 所以你吃过几回亏之后 就我还不如调给你 我打防守反击 这是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设计 因为推完之后 这个是你推完之后 你要马上回来再准备 对 他最反抽你的时候 但这个我们做起来非常困难 有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其实习惯 对就是这个习惯 在双打里面 这个是最常用的 除非在单打里面 你自身的能力墙 你可以采取这种前坡后刹的战术 还有一种在双打里头 为什么有的时候双打推用的越少 就是推完之后 你的人到了往前 对方给你后场的时候 我们业余暗号者大多数的双打 没有那么好的配合 对 你推完之后同伴不一定是去后场 他还站在原地 对方一打你身后 人家其实发球那一方很主动 他的中半场第三排他很主动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残时间的搭打 就是打熟了之后 可能这比如说像我们也 我们打球也有人是喜欢推的 他推的那一排也很凶 如果发球这一方的同伴 就是发球人你的同伴 中半场的第三排准备的很好 他推你你正好可以打他反击 就是这种反而你反而这样的 推的那个人不主动 就是所以在我们爱好着有时候打球 经常会出现你 看了我这些问题 现在王毅还是获得了场点 有时候他们特别是对手 如果配合不好的那种 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推 而且我们推一般就是推一个对角 就一条线 你没有第二条线 你反而可以抓你 这场比赛最终王毅涵是一路领先 21比13又胜了第二局 但是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是2比0 战胜了队友李雪瑞 这场比赛王毅涵发挥的相对对手来说 要更加出色一些 但是他也是第二次夺得了亚济赛的女单冠军 但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是最近的连续4年 这两名选手都包揽了亚济赛的女单冠军 而且正好一人隔一年各拿两次 好稍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男子双打的决赛 韩国的两队选手高承炫和李龙大 对金鸡正和金沙朗 谢谢大家